这支影片呢 我要来新竹玩 上一次呢 来新竹吃美食之后呢 嗯 嗯 嗯 呵呵呵 错了我就不讲话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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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上次那个影片出去之后呢 反应很两极 有一堆人在这边骂 Sony根本就是来乱的 干嘛来消费新竹 去死吧 你这个死胖子 你这个死肥仔 你根本没有认真找美食 结果却有一派人 也蛮多的说 对 这是真的 他们作为新竹人 他们认同那个影片 他们是觉得 新竹就是美食沙漠 所以啊 新竹人 你们真的很机车 你们要不要先 讨论好你们的方向 这样别人很难做人 所以呢 我上次已经吃过了新竹的美食 这一次来呢 我就直接跳过美食了 我直接说 来看看新竹的景点到底好不好玩 可是呢 我觉得万万没想到 又有新竹人讨出来 跟我说 新竹也是景点沙漠 真不可能 美食沙漠已经够厉害了 又要当景点沙漠 会不会太夸张 但我这个人呢 如果没有亲眼看到的话呢 我是不会相信的 所以呢 我还是坚决要来新竹玩玩看 然后呢 第一个景点呢 就是新竹的火车站 就是在我的后面 新竹的火车站 是新竹人在网路上有推荐 新竹人说 新竹的景点 就是新竹火车站 建议去新竹火车站 走火车去其他地方玩 骗子 新竹人是骗子 我觉得新竹人们 你们不要太贬低自己 因为呢 泰国的火车站 也是个景点 很多老外去泰国 也会去泰国的火车站 盖炸啊 泰国的火车站 也做得很漂亮 可以去当打卡景点 所以 来我们来看看 新竹的火车站到底 利不利害 哇 啊 嗯 嗯 哦 没了 没了 嗯 好 我去上厕所 我们前往这个地方 哈哈哈 你们要拍我尿尿吗 其实在好奇我是站着尿尿还是坐着尿尿吗 还有鸡鸡 来到了新竹的巨城 听说新竹的巨城呢 是很多新竹人推荐的景点 是唯一被新竹人认证的景点 在网路上呢 新竹人说你谈恋爱啊 那建一序的景点就是来巨城吹冷气 然后呢我真的有问过新竹人 我说为什么新竹人会推荐 巨城这种百货公司 他说因为新竹就只剩百货公司 新竹人为什么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 你们到底爱不爱新竹 当我听到新竹的景点是百货公司的时候呢 其实我完全没什么意见也没什么下道 也不觉得意外 因为毕竟在泰国百货公司也确实是一个景点 泰国的百货公司很多里面有瀑布啊 各式各样的雕像啊 建筑啊弄得很好看 所以很多外国人去泰国玩也会去百货公司 而且讲真的 这个巨城在我后面的这个牌子 这个有很多人在那边拍照呢 所以它真的是个景点哦 然后我刚刚去停车 停车场真的挺满人呢 感觉就是所有新竹人都在这边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巨城好不好玩 这个景点在新竹 值不值得来过不过关 诶 这个品牌在台北也有啊 啊 我在新竹还蛮红的哦 对啊 但是很多新竹人罵我 哦 它有阿迪达耶 太古也有台北也有 那里都有的阿迪达 在新竹也有哦 哇 有星巴克诶 好特别 你去到处口 哦 冷气够凉 哦 外面有瀑布 还有 喷水石 还有海团 换你来打卡 谢谢 谢谢 拜拜 来到了另外一个景点 其实呢 这是跑来玩的景点呢 我们都在网路上找的 而且都是找那种 新竹人自己推荐的 才不会出现那种 我们新竹人根本不会去这些地方玩啊 你根本就是去错了 你根本就是在消费我们新竹人 为了避免这种谩骂的声音 所以我们特别 找了新竹人在网路上推荐的景点 然后有很多新竹人呢 在网路上推荐一个 顶级的美食餐厅 我说好啊 可以去去看啊 说不定就是真的很好吃 因为毕竟也有很多什么缅甸街啊 在韩国人街 说不定在新竹呢 就是有那种美国人街 有很好吃的美食 餐厅 可以吃 我真的完全没有 在问号 没有什么疑虑 结果你 带我来什么地方 麦当劳 叫老娘 跑来新竹又来吃麦当劳 我拍新竹美食 就推荐我来吃麦当劳 我拍景点 还需要推荐我来麦当劳 很夸张的是 在网路上呢 有人在那边分析说 一定要特别来这个分店 因为这个分店呢 最特别的规模 比较高级的等等 有差吗 但我的时间很多对不对 但我很闲是不是 去死吧你们就闲 还真的很好吃 好了不要闹了 我不要再开玩笑下去了 不要再去那种什么百货公司 或者卖汤佬啊 我一定要来真真正正的景点 听很多人说新竹呢 就是科技园区 很多科技人才来这边呢 就是来上班 如果要去玩的话呢 就要去其他城市 可是我觉得不可能 它一定还会有个景点 虽然它是科技 园区 但它应该还会有一些 可以让人 接触大自然的景点 然后就有新竹人推荐 水浸森林公园 我很期待哦 因为我听到森林公园 我就会觉得 它就是一片森林的那种 结果呢 可以看到另外一头 森林 我本来要回森林 它说新竹多风 有风尘之美称 风尘之美称 好来看看说不定 它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那边就是它的尾巴 是这样 从那边走到那边 从那边到那边 它就是公园 我都还没有感觉到 它已经走到尽头了 公园 它就是公园 好了 今天一整天呢 去了新竹很多的景点 新竹人说新竹是景点沙漠 可是这些地点 真的都是新竹人推荐的 我们这边里面 除非新竹人很爱骗人 根本没有要认真推荐你们的景点 这也不是我们的问题哦 所以看到这支影片很不爽的新竹人 自己 说骂自己新竹人 不关我的事 不关老娘的事 我就只是根据你们说的 来 我这么听话了 结果你们给我推荐了什么东西 好了 看到这边的人呢 我真的大宗里里会服你们 真的 我是觉得你们不是很闲 就是真的很爱看我的影片 哈哈哈 你们就是我的优质观众 好了 那些我的观众呢 给我的微信按赞 也就是分享开启 铃铛我的所有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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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